中文字幕 李宗盛 超過一千年之前 鄧達志的祖先 就在元朗平山定居 元朗對於他來說 就像慈母的土地一樣 但如今,光景不在 所有生態有平衡 如果這個平衡做不到的話 就像把這個地方被強姦 像賣肉一樣 完全奉獻出去 元朗三部一約房 鄧達志說這個地方被強姦 光復元朗行動後日一觸即發 鄧達志昨天在副刊寫文 狠批水貨客破壞元朗的民生 還用嫖客做比喻 反問經常開口埋口 待客之道的官身 請嫖客回來家 照顧已老母 你老殘 以前的店舖是平均 各類型的店舖都有 但現在的店舖 跟我們根本沒有關係 你看到的就是藥房 集貨店 集貨店是專門提供 國內需要的東西 不滿的不止水貨客左街 還有是推高物價 得益的自有業主 偏偏有人還不知民間疾苦 你便去找些便宜的食物 或者各方面 不適合就買些東西 自己煮食就可以了 肯定要賺錢 我覺得這是真可憐的 說這句話是很無良心的 你是不是要我們一退 退後面 不要下街了 不要出去買東西 躲在家裡就好 就可以叫做生活呢 昔日的老店臨立 現在變成三部一約房 水貨客一入原貨 就馬上坐車回深圳 回到好處呢 有藥房說明不做拉車檔的生意 但亦有人說有生意就做 鄧達志說明非常贊成和平反水貨客 梁志祥說 區議會有討論水貨客問題 但就說鄧達志 用嫖客形容水貨客過分了 說過分的話 不知警方是否過分敏感了 有多次在光復行動現身的 本土民主前線承揚的報稱被跟蹤 廚藏的天台門還被人打開了 有人承認自己是便衣警察 爆片小貼士 拍片的時候 盡量保持穩定 走近一點 必要時才zoom in 那就不會錯過重點了